消灭病毒 因为粉丝想看的 买来了 这是一个过关类的趴走 总共是有60关 分了三种难度 不过说实话 它分不分 对我影响都不大 因为对我来说 没区别 这个木盒子 是游戏底座 侧边有个小抽屉 里面放了60张提卡 一本游戏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玩的 先选这个关卡 放在底座上 我选了第20关 初期难度的最后一关 然后将这6个拼图块 合理放置 将这些病毒全部消灭 这里有提示 直接把这个放上去就好了 因为是初期难度 所以它提示了两块 只要考虑4块怎么放 这块两个消毒源 对于两个病毒 那么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但是看这个格子 我们并没有单个的方块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放 这个病毒用这块 最后一个病毒 还有空白 所有的病毒 全部在喷雾里面 就算成功 是不是感觉很简单 不要急 毕竟这只是初期难度 40关 中期难度的最后一关 这一次只提示了一块 剩下这五个病毒就有点难度了 像这只病毒 可以用这块 也能用这块 这块也可以 三个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就不能随便放了 要思考 这些块里面最特殊的还是这一块 两个病毒在两个对角线 只有这个地方合适吧 那它可以这样放 或者这样放两种方式 如果这样放的话 这个病毒 这样虽然可以放下 但是这里就不行了 所以排出这种可能 这块还是这样放 这块确认之后 剩下三块就好放了吧 最后一个空白 专家难度最后一关 没有任何提示 这次应该会难一点吧 我们还是先放 这块最特殊的 这个可以 它有三个位置可以放 它就只能一种一种来试了 这都明显不行 这里有个空白 这个单个的空白 我们并没有 那把这块放到第二个位置 如果这块能这样倒着放就可以 这样就搞定了 但规则是 这个拼图块不能反着放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 移到第三个位置 那这里只能用这个长条的 这一块放这里 这样放 还是不对 三种都不对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哦 这里还有两个 这个也可以 刚才我们只是放了这样的 这样也可以 好像还不止五种 我们总共刷牙有多少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种放法 我们就一种一种来试好吧 这种放过了 这种没放过 最后一块的方向不对 那这两个的两种白法都放完了 放到这两个 这两个我们开始是这样放过了 放到这种放法 哦 这样不行 这个脚没法处理 诶 这样好像可以 没错吧 搞定 有一说一 这最后一关还是有点难度的 可能性比较多 要不停的推理和尝试 一个puzzle可以玩60次 还是不错的 感兴趣的可以试试看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告辞